这么大的人了,你会穿袜子吗? 不要丢人了,赶紧学学物腿技巧,你是否有时会追忆起美好的校园时光呢? 就算早已过了校服短裙配白瓦的年纪,学院风十足的裙装和长袜,也就频频出现在妹子们的日常穿袋中。 不如来双清新十足的长袜,可以带给人活力自在的感觉,又不是一丝性感,穿上它,并无需刻意加本书,也无需实诚在绿音场上,就能轻松打造学院风美女,或运动甜心的形象,来看看朝人们的示范吧。 Luke 1 凉鞋长袜 这个女孩长发儿十足呢? 基础款蓝色打底短袖,黑色大抖马甲方当不及爱自由,灰绿色的宽松棉布阔腿裤潇散自主,红色凉鞋更是细心良品。 再配双白底蓝色枫叶的长袜,实在太潮了,这个青春无敌美少女,身穿一件蓝色的散发着浓厚校园味道的吊带背心,配上牛仔短裤,黑色长袜和黑色拖鞋,活力十足。 再带个鸭舌嘛,潇洒极了,这个小姐姐好酷啊,黑色的衬衫,黑色的短裤,黑色的拖鞋,在延延向日略显沉门,但绝妙之处就在于搭配紫色印花领带和铜色系的长袜,瞬间增添了层次与风格。 而且显得腿很瘦,很长,黑色宽松的中长短裤,彩色图案的白色T恤,米色的中长款棉帽外套,再穿蓝色拖鞋搭配铜色的长袜,很有层次的混搭,对于爱好混搭的朋友来说,这便是你大胆身手的时候。 紫粉色的防晒袋套,短短的袋,色白纸裙十分少女,白色的拖鞋,大胆又时髦的搭配黄色,与嫩绿色撞色鞋啊,镜线,无限的活力,十分可爱,很考验功力过。 LOOK2,运动鞋长袜绿色宽松的背带直筒裤,与长袜的搭配充满了默契,是像身错落有质。 黑色长袜贴近皮肤,在视觉上减弱了双腿的分量,一双运动鞋营造出休闲感,秀出了个性时尚。 如果你选择短袜门与衣服的颜色相互应那当然再好不过,如果不能也没有关系,想办可爱风,配上一双一双红红色的长袜, 马上增添淘气感,白色和叶花边装饰的中长裙,十分的清纯少女有没有,在一双有经典红蓝条纹长袜的搭配下,甜美的学生气息让人眼前一亮。 清新自然的学院工装扮,会让你在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加分把握,LOOK3,翻步鞋长袜红色的中长T恤,直接拉长腿部线条,上身搭配一条牛仔热裤, 白色翻步鞋配上白色中筒运动袜,中和了红色的热感,同时还能显得腿部比之纤细,妥妥的小鸟腿,是很有心机的夏日LOOKU。 这个小美女营造了一种甜美的学院风,粉色的水袖打底衫与背带牛仔简直是绝配,再穿一张一发布鞋将黄色的长腕,瞬间活力满满,搭配一个黑色经典款,包包,又带着稳重的高级感,非常适合喜欢学院风,又想有所创新的美少女。 一眼就被这个小仙女吸引住了,宝蓝色的中肠款T恤不仅显得肤色白,而且显得,腿好长好瘦啊。 这两名一脚灯翻步鞋很火,再穿一双与T恤同色系的长腕,马上就与其他人不同了,简单又休闲。 如今很多人都爱黑白灰的日常搭配,而即使是黑白灰也能穿出与众不同的时髦感,中产款的黑白格子裙,搭配黑色泛步鞋,虽然很普通,但是穿了露出黑色蕾丝的长腕实在是吸睛,马上变得很长,还有蓝色的贝雷帽,酷酷的。